弟兄姐妹,大家早 感谢神 我们今天继续透过祂的话语 来思考一些重要的讯息 在四月到六月份 列宣家的主题 讲到主题为 耶稣平静生命的风浪 我们透过耶利米哀歌 一起来思考 上个礼拜 李牧师已经在为我们讲解第一章 今天我们继续 在还没有思考耶利米哀歌第二章之前 首先想先讲一些 耶利米哀歌背后的一些重要的讯息 帮助我们了解这一本书 首先 这一本书 虽然写的是耶利米哀歌 当然也很多一般的解经家都认为 是耶利米所写 当中有一个很重要 在这个哀歌里面很重要 当然我们中文翻译本是看不出来 那就是 其实那是一首用一首的诗汇集而成的一本书 在我们看到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时候 我们都发现有一个特别之处 就是第一章有二十二节 第二章也是有二十二节 其实当我们用西伯来文来读的时候 其实每一节其实都是以西伯来文的字母来做开始的 也因为西伯来文有二十二个字母 所以就会有二十二节 每一节从一个西伯来 依照着西伯来文的字母来做 依照顺序来写 而且又再加上一些特别的内容 是非常丰富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 耶利米哀歌第二章 让我们记低头祷告 天后上帝我们 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首先把自己放下 我们祈求圣灵现在进入我们 带领我们 让我们一起来思考 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的时候 求神透过圣灵对我们每一位说话 无论讲的 无论听的 都从圣灵而来 让我们讲得清楚 听得明白 感谢主的恩典 以上祷告 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就让我们一起来思考 耶利米哀歌第二章 在还没有思考之前 我首先想讲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 那就是 人最悲惨的后果 就是选择离开神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我们必须要牢牢记着 那当我们知道这个课题 那我们现在来思考耶利米哀歌第二章一到二十二节 我把这个二十二节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我把它形容为 腿圆拜瓦 是耶利米哀歌第二章一到十节 第二个分段我把它形容为 冷嘲热缝 第十一节到第十七节 而第三个分段我把它定为 清新如水 是十八到二十二节 就让我们一起来思考 第一个分题我把它定为腿圆拜瓦 这个成语来形容就是战争过后 满目苍疑的城市 原本华美漂亮的街道都变成废墟 很多地方都是战争遗留下来的痕迹 相信大家应该明白是什么样的状况 当我们看到在 讲到腿圆拜瓦 当然放在耶利米哀歌 这个章节里面当然讲的就会是 在公元前五八七年 巴比伦把灭了以色列国 在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要去跟大家思考 那是什么呢 如果在五八七年 巴比伦灭了以色列国 这个是一个现象事实 可是背后有很多历史的背景 才能够带到出来 今天在五八七年所发生的事情 那是什么呢 当神带领以色列人 离开埃及地的时候 带他进入旷野 预备他们进入 所谓的神所预备 给他们的地方的时候 迦南地的时候 神首先第一样 就跟他们先立约 这个立约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十戒 在十戒里面的第一个诫命就是 要以神为他们唯一的神 没有其他 在这个大前提底下 我们来看 那就知道 当以色列人进入的迦南地 从约束亚纪开始 四世纪等等等等 的时候 我们看见了一个现象 事实 那是什么 那就是以色列人一次 又一次又一次 又一次 违背了神与他们所立的约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根本 人最悲惨的结局就是 选择离开神 与神永远分离 当我们在看 耶利米埃哥第二章一到十节的时候 让我读出几节经文 让你感受一下当时的状况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在神发怒的日子 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 主吞灭雅各一切的住处 并不顾喜 他强取自己的账目 毁坏他的聚会之所 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 憎恶自己的圣所 在这里讲到 用很多不同的形容词 来形容神的哀痛 当然我们必须要知道 在587年 灭以色列的国的是巴比伦 这个是不真的事实 可是没有神的允许 任何人都不能够碰 以色列人 不要说是巴比伦或是什么 但是为什么神允许 其实是以色列人选择离开 耶和华 选择离开 那位带他们 从埃及 进入迦南地 选择离弃那一位 在红海 在旷野 所施展不同的神迹的 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他们选择离开耶和华 当然他们可能 我们不知道 他们是否也有在敬拜神 可是有一点很清楚 就是除了神以外 在世界里面说 除了他以外 没有别的神 以色列人 就是在这里 他们选择 也敬拜外邦人的神 他们选择 让不公义的事情 在 耶路撒 在以色列国出现 有很多的先知 不断地在提醒 以色列人 你们要回归到耶和华 你们不能够让社会的不公 能在这里发生 以色列人 没有听 不过等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 其实 有一些先知 也不是做得很对的事情 我们等一下再看 不过在这里 我们看到 当 诗人 形容说 神不要这个 神丢弃这个的时候 其实 是 当 巴比伦 他们去毁灭这些的时候 神允许 这些所谓 账目 聚会之处 祭坛 都是代表了神允 以色列人 同在的记号 可是 因为以色列人 在他们心里面 除了耶和华之外 还有别的神 甚至 敬拜别的神 他们选择 不再 单一的 敬拜耶和华 那这些账目 聚会之处 跟祭坛 还需要吗 我们在这里看到 当我们看到 当 耶和华 毁灭 毁坏 强取 丢弃 充分表达了一种 哀痛 这种哀痛 我相信 不能用 笔墨去形容 就像是 做父母的 努力的去 照顾自己的孩子 努力去爱自己的孩子 可是自己的孩子 去叫别人叫爸 或叫别人做妈的时候 我相信那种感觉 可想而知 我在这里想 提醒 在这里就是 神不是 一次就 发怒 神等了很久 神 忍了很久 所以在这里 我们看到了 神的 爱痛 人 最悲惨的结局 就是 选择离开神 那让我们继续看 第二节 第二个分题 我把它定为 冷嘲热讽 在这里 说到冷嘲热讽的时候 我们已经讲到 第15节 这里讲说 凡过路的 都向你拍掌 他们向耶路撒冷 成歇笑 摇头 说 难道人所称为 全美的 称为全地 所喜悦的 就是这城吗 当然在这里 讲的就是 耶路撒冷 过往的繁荣 过往的荣耀 现在变成 一无所有 那如果我们 记得在 列王记 我们看到 在看到 那个 所罗门王 他在当中 所建立 圣所建立 耶路撒冷的时候 那种繁荣 那种荣美 那种荣美 在这里 没有存在 满目昌宜 那些人经过 那些人 这里没有讲 那些是 什么人 不过是 凡过路的 相信就不是 以色列人了 可能就是 那些外邦人 甚至是 巴比伦的人 他们看到这些 你说 过去那些 全美的 那些喜悦的 就是这个 一种冷嘲热讽 我不知道当时 以色列人的 心态是什么 他们可能认为 神不再理他们 其实 重点是 他们 不理神 在这里 为什么我会 这样讲呢 我们再看 十四节 我们看到 你的先知 为你 见 虚假和 愚昧的 异象 并没有 显露 你的罪业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 当时有一些先知 讲的那些 是虚假的 愚昧的 意象 并没有显露 以色列人 就是说 当时的先知 讲的 那些资讯 都是 讨 以色列人 喜悦的 该讲的 不讲 反而引导 努力求神 给我们 祝福 我们的定金 不在 神那里了 我们定金 在那些 祝福那里 当 有祝福的时候 我们可能 感谢神 当 挑战 来到的时候 我们可能 就会 忘记 神 会是这样吗 其实更有 另外一个想法 我想跟大家分享 还记得几个礼拜前 我们在讲到 生命记的时候 第32章 1到16节 我不知道记得 大家还记不记得 当时 摩西叫以色列人 用歌 来去 记下 以色列人 离开神的 那个 行为 当中 如果 大家如果 你有思考 你有看到就是 当中有写到说 巴山的公羊 什么 葡萄酒 等等的 这些都是 好的东西 可是 问题就在于 当一切顺利的时候 以色列人 忘记了神 以色列人 离开神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 当一切顺利的时候 我们往往 就是我们 忘记神的开始 我们很多时候 当困难来到 我们可能 记得要祷告 可是当一切 顺利 生命 没有什么特别的时候 我们可能 忘记了 我们的神 我们没有 好好的 在 与他建立关系 扎根在 他的话语里面 当 问题来了 困难来了 我们就 赶紧的 翻阅圣经 希望找到 一件安慰 在这里 要鼓励大家 要提醒 大家 我们要时刻的 与神建立关系 我们神与神的关系 是我们一生中 最重要的 不是 辐射的 是最重要的 当我们看到 在 第二 这里 讲到 冷嘲热讽 的时候 我们 为什么那些人物 冷嘲热讽 是因为 耶和华不在于他们 耶和华不在那里了 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提醒自己 就是 如果 我们在顺利的时候 忘记我们的神 在困难的时候 我们才去 赶紧 希望能够 求神 帮助我们脱离困境 其实我们并不是 与神在建立关系 只是希望 又利用神 作为工具 帮助我们 让我们 警惕 可是在 当我讲到 腿圆拜瓦 当我讲到 冷嘲热讽 那为什么 今天 我们的题目 为苦难中的盼望 盼望在哪里呢 在第三个分题 我把它形容为 清新如水 在这里 如果我们细读 我们看见 众使在 颓圆拜 颓圆拜瓦 众使 面对 冷嘲 热讽 世人 继续提醒 以色列人 也提醒我们 要定精在 神的身上 定精在 神的身上 是如何 是怎么样 去表达呢 就是 透过 祷告 苦难中的盼望 就是 定精在 神那里 祷告 于神 在 十八到 二十二节 我把它 浓缩为 三个 特别 三个点 第一个就是 哀求 第二个就是 昼夜 不息 第三个就是 在主面前 清新 如水 当讲到 哀求 当讲到 就业不息 就是 那种 不间断的 祷告 回到 神的那里 定精在 神那里 在这里 我们如果 读到的时候 我们没有看到 世人告诉我们 求神 帮助我们 把它拿走 因为 世人都知道 为什么 以色列人要面对 这个困境 可是 知道 以色列人 为什么要面对困境 并不代表 就不与神祷告 世人告诉我们 要祷告 要哀求 要昼夜不息的祷告 而且要在神面前 清新如水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 坦坦荡荡 完完全全 的在神面前 表达 自己的那种 哀求痛苦 这个就像是在 如果你能记得 在诗篇 在150个诗篇里面 大概有四十几篇 都是关于 向神哀求 在神面前 清新如水的祷告 那人会想 为什么 神会允许 让这些 让这些诗篇 放在神的话语里面 就是 当我们在苦难当中 我们要做的是 首先是要把我们的眼目 定睛在我们的神的身上 而是很坦荡荡的 与神对话 把所见的 所感受的 很坦然的 向神倾诉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诗人 告诉我们在苦难中的 盼望 那就是 我们的神 没有离弃 继续听 我们的祷告 继续听 我们那些 在他面前 受苦 虽然是 苦是自己造成的 可是 神仍然愿意接纳 仍然愿意 垂听 我们清新如水的祷告 我在讲 人最大的悲剧就是 选择离开神 这个当我们看到 在500多年后 有一位 他真的面对 被生离弃 被人冷嘲热讽 被人打得不迟 不像人形 像是 囤圆拜瓦 那位就是 主耶稣基督 他所面对的 是 无论是身体上的 五路 囤圆拜瓦 也面对 冷嘲热讽 无论是 罗马的士兵 或是是 他们自己的 门徒 使徒们 一个就是 对着他们 冷嘲热讽 在笑 另外一些 就四散 在各地 好像仿佛 不认识 这位主耶稣 主耶稣 被挂在 木头上的时候 他面对的是 推远拜瓦的身体 冷嘲热讽的对待 可是更重要的 他用 当他说的话的时候 表达出 对他来说 更重要的是什么 他说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要离弃我 在整本圣经里面 神都说 我不会离弃你 我不会丢弃你 可是 在圣经里面 只有一个人 神要离弃 就是他的儿子 主耶稣基督 为什么要离弃 他哪是无罪的 变为有罪的 为什么要这样 为了就是我们 为什么要为了我们 因为神知道 人 最大的悲剧 就是与神 永远的分离 所以 他 愿意 他用他儿子的生命 好让我们 信他儿子的人 能够从此 与他 建议 关系 永不分离 这个就是我们 最大的盼望 就是耶稣 所接受 最终极的苦难 我们有盼望 弟兄姐妹们 今天 透过耶利米哀歌 我们看到 颓缘拜瓦 我们看到 冷嘲热凤 我们当时 世人提醒我们 要向神 清心如水的祷告 哀求 昼夜不息的祷告 可是在五百多年之后 神却安排他的儿子 替我们 顶上所有的罪 好让我们 能够 与神 重回 关系 我们 这个是对我们最大的恩典 盼望 我们都恼恼的抓住 这一份宝贵的恩典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你 因为当天 你在 十字架上 面对 颓缘拜瓦的身体 面对 冷嘲热风的 对待的时候 你一句话 都没有说 你反而 默默的在承受 默默的在面对 当你面对 父神与你 离开的时候 你的 虽然你从你的话语 去表达你的爱痛 可是 你的爱痛背后 是因为我们 我们献上感谢 求主帮助我们 当我们思考 耶稣你自己如何 平静我们生命的 风浪的时候 我们知道 那十字架 就是平静我们 生命风浪的记号 让我们 求圣灵帮助我们 牢牢记住这一份 宝贵的恩典 感谢主 听我们祷告 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